哈囉 歡迎收看全員逃走中第六集 第三集跟第六集是唯2沒有在台灣播放過的集數 而這集的精彩程度沒看到實在很可惜 所以我們趕緊進入正題吧 遊戲開始 倒計時80分鐘 獵人9句 但可以說是0句 因為9句都在冷凍中 於是開場便有了指令1 阻止獵人投入 目前區域內有9句冷凍獵人 在剩餘70分時將會解凍放出 逃亡者必須在剩餘70分前 盡可能的找到獵人並封印 但一個獵人箱需要兩個人同時在場才能封印 所以開場10分鐘大多兩人一組找獵人箱 然後 任務時間到 遊戲剩餘70分 總共有4句獵人被放出 結束完開場遊戲後 遊戲正式開始 遊戲舞台為長期豪斯登堡 逃亡者為12人 獎金為每秒200元 完整逃脫能夠拿到96萬 此外 這回合如果自首會追加兩名獵人 介紹完這次的基本規則後 逃亡者們收到通知 現在解凍的獵人總共有4句 並在區域內設置寶箱 裡面放有幫助逃亡的道具 遊戲剩餘63分 小林有志接近寶箱 結果還沒打開寶箱 先遇到一份獵人大禮包 距離太近 跑了一下就被逮捕 剩餘人數 11人 接著錦野蛋找到寶箱並打開 獲得墨鏡一枚 效果是 戴上墨鏡無敵一分鐘 僅能使用一次 看完說明後 轉身就有個獵人走下來 錦野馬上戴上墨鏡 兩人擦肩而過 剩餘59分 大則欠打開寶箱 裡面是腳踏車頭盔 跟地圖 地圖畫著腳踏車位置 只要找到腳踏車 並戴上頭盔騎乘 就可以在上面無敵騎一分鐘 隨後 大則欠找到腳踏車的同時 也遇到獵人 直接戴上頭盔騎上去高歌離席 剩餘55分多 增田鷹燕 找到一個超級大寶箱 打開喵一眼發現是獵人躺在裡面 馬上關起來轉身逃跑 但獵人直接開箱衝出 最後追到增田並逮捕 剩餘人數 10人 剩餘54分半 奸騎雅美遇到獵人 因奔跑速度差太多 而遭到逮捕 剩餘人數 9人 遊戲剩餘50分 逃亡者收到指令2 逃亡者鞋子放了特殊晶片 從遊戲開始計算移動距離 在剩餘40分前 未達2.5公里者將被淘汰 而讀完指令後 剩餘的9人已經有7人走了2.5公里 所以這個指令只對雛形名字和錦野蛋有影響而已 剩餘42分多 瑪莉在自首電話附近 猶豫要不要自首 結果被獵人發現 她也馬上衝進電話廳想自首 結果遭到逮捕 剩餘人數8人 而且瑪莉聽起來快要氣瘋了 不信你看 我超不客氣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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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遊戲剩餘40分 參加者們收到指令3 剩餘20分時 此區域將投入100巨獵人 若想前往新區域 必須跟街上居民索取通行證 後面你就知道為什麼通行證長這樣了 而小澤珍珠在尋找居民的過程中 先遇到了獵人 很不幸的被逮捕 剩餘人數7人 接著參加者們陸續從居民身上獲得通行證 並前往新區域 而這一段的原片 真的是從剩餘36分 直接跳到剩餘22分 中間這一大段全部被剪掉 主要是因為新區域沒有獵人 所以先完成的人 等於在新區域內直接掛機休息 剩餘21分半 大澤倩還沒抵達新區域先被發現 逃不過追擊 遭到逮捕 剩餘人數6人 舊區域只剩下得景一時和景森美信 得景最後壓秒通關 景森美信成為唯一留在舊區域的人 隨後逃走中首次的100句獵人畫面誕生 話說這位獵人很像遠足一樣笑得好開心 而景森美信也被這獵人海淹沒 然後剩餘人數5人 然後就是超中二的獵人暴凶搭船前往新區域的畫面 此時也迎來最後一個指令4 最終區域將有7具獵人及一架直升機 使用通行證命中獵人便可擊倒消除 接著獵人就遇到景野蛋 景野丟出通行證後成功消除一具獵人 但區域內實在太多獵人 消除完一具後還連續遇到兩具 最終景野蛋被逮捕 剩餘人數4人 接著一查也成功消除一具獵人 但此時無情的直升機發現了雏形名字 即使雏形消除了一具獵人 但怎麼跟直升機鬥 另外一具獵人也隨即趕來逮捕 剩餘人數3人 隨後得景一時也消除了一具獵人 但還沒喘完氣又跑來另外一具 最終被逮捕 剩餘人數2人 而金子生也在剩餘5分時遇到獵人 最後被獵人撲倒在地逮捕 剩餘人數1人 在播完金子生被逮捕這段後 時間直接從剩餘5分跳到剩餘30秒 而這30秒也安然無失地度過 最終編土名一茶逃脫成功 獲得96萬日圓 看完第六集 來分享心得 只要是租借場地拍攝的集數 我都覺得超好看 這集指令也融合了領眼的居民 終於有了任務NPC的感覺 另外一百巨獵人的畫面也是很震撼 只是這集沒有在台灣播放過 而第七集也有使用一百巨獵人 所以大家的首次一百巨獵人印象 可能都是在第七集的畫面 這集的開局遊戲跟指令 即時放到現在 我都覺得蠻棒的 硬要講的話 就是沒有太讓人有印象的參加者 我整集看完 最有印象的 就是暴走的瑪莉 感謝你看到這邊 也謝謝所有留言的人 每則我都會看會回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